解放军舰机穿越宫古海峡 日本自卫队紧急起飞战机应对 日本统合幕僚 监布2月15日接连发布中国军舰 军机动态称 当地时间2月14日晚10时 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冲绳县宫古岛西北约440公里处 发现一艘中国海军052D型驱逐舰 该舰向东南航行并穿越宫古海峡驶往太平洋 日本海自起飞P-3C反潜机 进行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 2月15日 中国一架孕妇九情报侦察机穿越宫古海峡 在东海和太平洋之间飞行 航记图显示 孕妇九在太平洋空域期间进行盘旋飞行 后原路返回 期间 日本自卫队紧急起飞战机应对